王国之类限定机 不敢相信 Switch都出了六年了 终于出了一个 塞尔达传说系列的限定机 关于它所有的特点 其实都明明白白的 写在了它盒子的背面 我们立刻来打开 机身 Joy-Con Dock 底座 白金的漂亮 这里还有一行小字 写着香港境内专用 这次的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 限定Switch OLED 整体设计语言是白金的配色 非常漂亮 金色会让我想到 塞尔达传说系列里面的三角力量 金色是代表一种皇家感 对吧 其实塞尔达的很多东西 都和金色相关 比如最早的塞尔达 NES卡带 它就是金色的 金色 就是皇家感 Golden 只有Golden的游戏 才配得上使用金色 对不对 对 那我先拆Joy-Con 在这副Joy-Con之前 塞尔达还出过一个 我也买了 天空之鉴的时候 一个是蓝色的 一个是紫色的 这个必须要把它拿出来拉踩一下 它这两边就只有一点点金色的香边 完全不如王国之类的这个白金 多漂亮 退下吧你们 仔细看它其实还有蛮多细节的 先看左边这个 一个是金色的底 配上了绿色的纹理 另外一边呢 是金色的底 配上了白色的纹理 绿色这边比较方方正正 看起来有点像迷宫 右Joy-Con则是一个个圈 这次的设计语言 我发现和旷野之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旷野之息的时候 它们整个的文明和科技都叫做西卡文明 还有西卡科技 那这次的王国之类围绕的是一个叫做 Zo9的文明 这个文明具体什么样 我目前了解的就大概是预告片里的那些 但据说呢 西卡文明的设计语言参考的是日本神文时代的陶器 这次的Zo9文明 据说是参考的中国古代的青铜器 包括在Joy-Con的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个印章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很熟悉 正面Joy-Con底部还有两个一样的印记 仔细看的话 我发现还挺有玄机的 我觉得它的整体造型特别像一个龙 这里有眼睛 上面还有龙角 中间有一个头罐 这个头罐我发现在预告片里面 它是塞尔达的耳饰 是不是像一颗松果 就是它吧 还有预告片里面出现的一个新的人种 有点像小龙人 和这个印记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赢得我是浮想联翩 再来看机身 其实除了马里奥那个限定switch 是改了机身颜色的 其他的都是黑色 背面是一些非常简约的圆圈纹理 跟刚刚UJoy-Con上面的是一样的 整体造型非常简约 立起来是这样 这个底座我觉得超漂亮 我太喜欢白金的配色了 正面的中间是一个大大的 传统的三角力量的最新变体 周围是加入了最新的 Zonite文明的一些元素 背面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点缀 仔细看的话除了白色和金色 它还有一些设计的细节 就这里有一圈淡淡的像银色吧 组成了一个圆形 在光线的照射下 它会变得更加的清楚 我还蛮喜欢这个设计的 整个赛尔达传说王国之类限定 Switch OLED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 单看设计的话 我觉得和我之前经常用的 Splatoon 3的限定款不相上下 但是这两个游戏对我来说 它的意义差别就太大了 毕竟我心中的神作 Top 1 赛尔达传说 旷野之息并没有退出限定机 这次的王国之类限定机 应该是Switch整个生命周期里的 最后一个限定了吧 所以它还有额外一层的收藏价值 我会好好用你 玩我心中的Golden般的游戏 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的 哈哈哈哈 关于等了那么久的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 我肯定会出很多很多视频的 我会努力的 而且会直播 大家也一定要记得观看哦 这个视频也不要忘记留下三连